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SIGMA PRO里面的一个范例 也是会组,也是一个回归 那回归比较有特别,它是PXY,间断的线性回归 那就是一个PXY 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看出来,某一个区段它是做线性回归 再另外一个区段在做直线的线性回归 这个范例它有事 那我们是有内建的这个回归方程式,有做这种事 那在绘图这其实蛮单纯的 第一个是线 第二个就是它的点的这个方式 PRO1跟PRO2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是另外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坐标 坐标你可以去这个听一下 那我们马上来把这个怎么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SIGMA PRO它已经现成的管理,这是它的原始资料 是回归出来的参数,这是它的BIT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有4个PXY 那我们把这个资料 1.5,11.7这个把它复制到这里来 那这两个,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做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它的 资料画出来的图形 那我们假设我们只想做两个 做两个这个 两条线 所以我们这个间断回归 就分两条来弄 我们在analysis 随便按一个recreation 我们在这边 弄一个 Tool Segment 我们用Tool Segment 然后Key Key我们就要去选 我按这个 然后按Next 把这个弄进来 这个就会有两条的这个 间断回归的曲线 那你要用三条四条 那OK 那另外如果你是 这个比较特别 它是用有lock 那视线你必须把这个 资料把它先lock化之后才能够做 那这样这个才会 才会漂亮 那这个间断回归 的换例就做到这里接着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